嗨 朋友们大家好 我小范 前天从县城老家回养殖场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什么防护措施都没有 没有口罩 因为我这边的话 第一个环境特别好 然后的话 养殖场周边是没有什么人的 所以我这边防护措施就没有做 这也是农村的一个好处吧 希望大家不要和我一样 不戴这个口罩 因为我这边是实在是没办法 因为买不到 今天要和朋友们说的就是 年前不是很多网友来小范这里 订了很多石瓦嘛 像这个池里面是贴了差不多200多斤石瓦 年后是没发货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最近这段时间那个疫情比较严重嘛 这段时间陆陆续续有网友来小范这里说 年后这个石瓦我暂时不要了 在这里的话 小范还是非常理解大家的选择的 因为今年这个情况比较特殊嘛 如果还有其他网友年后订了石瓦 然后又付了订金的觉得不好意思退了 小范在这里鼓励大家退货啊 因为今年这个情况特别特殊 非常非常理解大家 因为今年对我们养殖户来说可能是最难熬的一年 不管是餐饮旅游各个方面的影响都特别特别大 我的话是一名养殖部 也是一名创业者 小范在这里养殖有五年时间了 中间遇到很多困难都是慢慢坚持下来了 希望大家和小范一样 今年一定要坚持下来 坚持就是顺利 这段时间挺过来了 肯定是会有好结果的 希望网友朋友们 还有网友朋友们的家人亲戚朋友们 一定要注意预防措施 戴好口罩 希望你们接下来的日子平平安安 小范在这里非常感激和感谢 坚持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你们辛苦了 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坚持就是顺利 好了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喜欢啊 拜拜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 La 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